台南有家長控訴 拖嬰中心 拍隔的時候 中拍嬰兒的背部 還有疏於照料 讓孩子摔倒 還有出現嚴重的尿布疹 今天向市長地狀陳情 而市府稽查之後 開罰了四名照顧員 並且勒令停業三個月 向地檢署舉罰 負責人今天也出遍鞠躬致歉 表示會強化內部員工的訓練 配合調查 一手為哪 一手拍隔 台南這間拖嬰中心的員工 疑似照顧兩名嬰兒 但拍在嬰兒背上的聲響 大到讓家長質疑孩子會受傷 也有家長發現自家孩子 在中心攀扶搖椅倒地 房伍卻無視 讓孩子再次跌倒 甚至有孩子直接被隔離 插在嬰兒椅上面 然後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 都完全沒有任何一個老師 經過他或者是去關心他怎麼樣 拍的位置很危險 拍脊椎的位置 那時候本來想要去 我第二次查看監視器的時候 我想要看我的小孩狀況 就是不小心看到暗亂暗 但是裡面真的是小孩子 都不被善待啊 什麼樣的狀況 民旦說兩個月前就要市府 嚴查卻只得到以要求業者 改善的答覆 也讓家長質疑 為何不釋認業者不能退查 社會局表示調查後脫印中心的確有不當照顧的行為 中心內四名照顧人員各罰六萬元 並勒令業者停業三個月 公告名稱也會將資料移交給檢調偵辦 脫印中心本身我們勒令其停業三個月並公佈其姓名 確實有照顧不當的地方 我們真的對大家都很抱歉 那脫印中心一定會努力改進跟改善 對我們一直以來 都有積極主動配合社會局的調查 監視器畫面也都是我主動提供給社會局的 脫印中心針對員工不當行為出面致歉 但也解釋員工拍格方式屬於正確姿勢 持續密閉空間生散較大 會持續對內部教育訓練精進改善 至於相關單位的調查會全力配合 記者王庭陳顯昆台南報導